歡迎收看 用聲音帶你跨越地平線 探索世界大小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山卓啦 我是易 上一次我們幫大家介紹了 剪刀經濟快速的即時食品 這一次我們要幫大家整理的題目 又是一個很方便便利性 而且服務又再加分的東西 是什麼服務呢 就是到宅服務 不只是服務送到你家門口 還登堂入室進到你家裡 這個是我們第564期 經貿透視雙周刊的封面故事對不對 這個次的題目啊 雖然不是我跟Sandra企劃的 但是我們覺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希望可以利用 今天的機會跟大家分享 像我在看同事的報道的時候 我自己特別被三個服務吸引 一個是到宅私處 另外一個是照護人力的媒合平台 另外一個就是幫忙做月子的月嫂 沒錯沒錯 這三個題目啊 其實我覺得對女性來講 都會相當有吸引力 尤其是對這個女性上班族 其實我們都蠻需要這個幫手的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 其實市調公司啊 AC Nielsen發表的一個調查 在家用餐的頻率 已經從37%提升到54% 尤其真的是疫情 會讓大家更願意待在家裡用餐 而且在家裡用餐 雖然很舒服 但是也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我可能要備料啊 要煮啊 然後吃飽了還要收拾環境 以我這種比較懶惰的性格 我就覺得有點麻煩 但是如果是私處到我家的話呢 我就不需要煩惱囉 他們會把食材帶到我家 然後幫我料理 甚至有桌邊服務 最棒的是等我吃完之後 他們還會幫我做打掃 這是不是才是女主人的享受啊 連碗都幫你收乾淨洗乾淨防好 這實在太幸福了 那你說說吧 有哪一些很厲害的一些管家服務呢 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是樂宣和牛燒肉管家服務 這個服務呢 他們是在2017年的中秋節的時候 開始推出的 那大家都很習慣在中秋節烤肉嘛 但是烤肉也需要準備很多工 那他們提出的這個服務呢 就是他們會帶著很好吃的和牛到你家 不只是好吃的食材哦 他們甚至把餐具啊 酒杯啊 醒酒器 烤肉架 全部搬到你家 所以你只要打開門 讓他們進到家裡面 稍微稍等一下 就會有非常好吃的烤肉上桌囉 這也太方便了吧 你知道嗎 我自從上一次這個烤肉生不起火 大概已經800年 家裡沒烤過肉了 而且烤肉啊 就怕說是烤完以後 灰頭土臉 根本就沒食欲了耶 嗯 所以這樣子的服務 的確是很吸引人 當然其實不只是中秋節烤肉 這個是一個私廚到你家的機會 現在大家都喜歡過節嘛 譬如說 剛過的母親節啊 之後的端午節啊 再更之後的情人節啊 其實我們有好多節日 其實都是一個 可以讓私廚到宅服務的好機會嘛 對不對 你點出一個很重要的 節日私廚商機耶 比如說那個 HOLA特立何樂 他就推出一個驚喜私廚 意思就是說 他在這個重要的節慶啊 比如說你的個人的生日啦 或重要的紀念日啊 幫你直接這個私廚到家 先去做廠刊 然後會在你的居家環境中啊 去做一些布置啊 然後把光線啊調好 甚至還會配上適合燭光晚餐的音樂耶 哦 所以其實這些私廚呢 他們到你家 也不是真的只是按門鈴 把東西帶進來而已 他們還是有非常多工作要準備的 比方說這種廠刊的狀況啊 當然因為是私廚 最重要的還是料理嘛 所以他們在食材的準備上 也是有一些學問的哦 比方說現在的人都追求吃的健康 所以當然一定要選用最天然的食材 然後避免過多的調味 再來就是說 現在也很流行一些創意的料理 所以他們可能會使用一些在地的食材 來做一些變化 那再來包含就是說 你的肉品到底是要冷凍還是冷藏 帶到消費者的家中 也是一門學問耶 欸這感覺好多的這個學問在裡頭耶 可是我就腦筋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啊 欸如果要是這個私廚來到我家 考察地理環境之下 我家一定是不及格啊 欸想看我這個小小的廚咖 裡面只有兩個爐台 他是要怎麼煮出這個滿漢全息 所以這真的就是非常考驗他們的功力 而且常常還會有些突發情況對不對 對啊如果說家裡面有老人家 欸你的肉是不是這個要切小塊一點 還是說你哪些食材你就要緊急做替換 當然這些團隊都是非常專業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找到他們 應該是可以提供一個很滿意 又讓我們覺得很高興的服務吧 嗯我現在是等不及的想要看看情人節 我是不是可以請個私廚到我家呢 嗯趕快預約哦 現在這種道府服務真的很夯 你知道嗎最近還有這種APP 點下去今天叫人明天就道府 幫你照顧老人家的這種醫療服務欸 我知道你在說的是優照護對不對 剛好我可以也不算我實際有使用啦 我有嘗試要使用 所以我有個小小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剛剛提到這個優照護呢 就是一個人力媒合的平台 像我自己當初要使用的時候就是上網註冊 那它的APP都有很好的說明 就是你跟著操作是沒有問題的 像我那時候就是輸入我一些個人的資料啊 然後我需要就是我們家需要被照護的那個人的資料 譬如說以我的case來說就是我的媽媽 因為她車禍一個人在家我不太放心 那可能需要有一些 譬如說她去看醫生的時候需要有人陪伴啊 所以我透過這樣子的平台 希望可以找到這樣的服務 那上面非常方便哦 它就是可以看到很多資訊欸 你猜猜猜可以看到什麼資訊 我想這個人的名字啊 專業背景啊 對 還是他住哪裡 對 沒錯沒錯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照護員啊 他會說什麼語言啊 他的專長是什麼啊 那他有多少年的經驗 甚至當然對我來說最重要 可能是他一個小時要收多少錢嘛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考量 內容都是透明公開的 我就覺得說 這對我這種緊急短期有需求的人來說 真的是蠻便利的 嘿對 我覺得印尼點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緊急有需求的時候 而且又是要到你的家裡面哦 你要很安心的來託付這個患者 給他來照顧 所以真的有這種公開資訊的平台機構 而且他又提供這個有經過政府機構 審核培訓合格的人員 這對於居家有需求的人員來講 真的是一大福音欸 嗯 沒錯 那當然這個優照戶這個平台呢 可以像我有這種短期的需求 或者是說你有一些年長者要照顧 都可以從上面找到相關的專業人員 另外一個我知道是 104人力銀行也投入這個銀法產業 他們推出了一個好像叫教練管家對不對 對 這個教練管家 其實他是針對這個家中有長者 他提出來的一些 算是讓老人家可以有自立能力的一些照護服務 比如說像我家裡面啊 我阿公現在就已經破百了 我們能夠陪伴他 照顧他的時間真的是蠻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是有這種自立照護 可以讓長期卧床的人 可以練習有自己的行動能力的話 那真的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服務欸 嗯 像104有跟我們分享一個成功案例喔 說有一個中風的媽媽67歲 那她經過這個教練管家 108小時的訓練之後喔 最後自己可以走路到外面去逛街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個觀念真的蠻值得推廣的 因為我們可能都以為就是生病了 你就只能躺在床上對不對 你要包尿布啊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被綁起來啊 其實這對長者來說也是蠻辛苦的齁 真的欸 而且現在啊 其實台灣每七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人是65歲以上的老人 然後每個公司七個員工 可能就有一位是這種隱形照顧者 像我們這種三明治族群啊 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多 所以能夠收集一點這種居家照護的資訊 其實對上班族來講是真的蠻有幫助的 嗯 沒錯沒錯 那最後一個服務呢 我們要分享的是這個月嫂服務 這個我自己目前是沒有經驗 那我身邊的朋友也剛好都是去月子中心 但是這個月嫂服務也是近年蠻流行的一種 到宅服務 嗯 多數的人好像都喜歡在月子中心 這個裝潢很漂亮啊 然後又有冷氣可以吹 然後小朋友又有美美的這個助理幫你處理 那怎麼會想要找月嫂咧 嗯 我聽到的是說他們找月嫂的原因是因為 覺得自己在自己家裡面照顧小孩 這個環境有人是覺得比較舒服的 那也有人的邏輯是想說 在月子中心住了一個月 最後還是要回家顧小孩啊 所以我不如提早就在家裡顧小孩 像另外還有一個需求 是好像有些客製化的需求對不對Sandra 欸 對對對 你讓我想起來喔 我姐的時候生第二胎的時候啊 就是因為她本來要去報名月子中心 可是她的老大就在六歲以下 所以月子中心當然不可能收這個 讓這個訪客進去啊 總不能坐月子時間都不看自己的小孩嘛 所以她就找了一個月嫂到家裡來幫她帶小孩 結果竟然啊 提供她客製化的服務到什麼 我姐不吃麻油雞啊 所以月嫂就進廚房 便出一碗麻油雞蛋出來 結果我媽看了就滿滿意的 然後我姐也讓步了就吞啊 所以就是說月嫂真的蠻貼心的齁 就可以配合媽媽的需求 來為媽媽客製化餐點 當然坐月子是比較華人的文化嘛 所以在海外的華人 其實也有享受到這樣子的服務 沒錯 我們這期的封面故事啊 的報導就是幫大家帶來這個 愛月嫂這家平台服務商 她甚至啊 成功將這個月嫂服務外銷到這個 超過25個國家60個城市耶 哇 月嫂外銷真的太酷了 她的月嫂的資格啊 也是會給予很多的這個培訓 要要要 說到月嫂的資格 就是我這個不孝女呢 已經跟我媽媽說 媽不如您退休 就去當月嫂吧 所以我看了一下 現在月嫂最基本的條件 要有保母執照 很多月嫂還有中餐秉級的執照 同時這些月嫂媒合平台 也會幫月嫂做把關 就是資格的把關 所以我覺得 大家在使用這個服務上 一方面可以不用擔心 那二方面也可以 就是實際跟這些 媒合單位做互動 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人選 對啊 所以現在啊 這個養兒育女真的很辛苦 不管你是在台灣生 你在海外生 找到管道可以幫你做月子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 尤其對女性來講 對不對 嗯沒錯 所以今天的服務呢 我們介紹三種 等於說 從小朋友剛出生生產的需求 或者是說 慶生節慶的需求 就是私除 另外一個就是 當你生病啦 或者是說 年老的時候的一些照護需求 其實我們今天的節目 都已經介紹給大家了 當然我們知道 一定有我們遺漏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沒有發現的地方 那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到我們的FB留言 你知道有什麼特殊的 就是到宅服務呢 都可以跟我們說喔 請大家除了收看我們的 經貿透視雙周刊之外 還要鎖定 經貿航海王Podcast喔 順便幫我們訂閱起來 有更多更有趣的議題 等著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 收工了收工了 快點下班 終於結束了 我覺得處長的聲音 好像都入進去了 為什麼他可以講的 比我們還要久 它們是個四十四十五個人 我們每一個都需要 但是我們每次都要深呼吸 兩十五個人 至四十五個人 最後一件事情 飛不根 我們從來